近三百名游富國島臺灣旅客慘遭丟包 事件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 負責處理的當地旅行社總經理唐凱 大聲喊冤 指控年代旅遊未按照合約 將團費全額付清 甚至在沒簽字 蓋章前就對外放話 雙方已經確認 將在二十六日前結清款項 試圖帶風向 就怕出遊旅客 沒法安心回家 交通部也出手協調 聯繫當地旅行社 務必把國人安全送回 除了已經回台的二十三名遊客 十三日預計會有一百多人回台 十四日有六百多位 但仍有滯留危機 月捷的應該是OK了 月族這一班好像還在協商當中 月族這一班大概一百八左右吧 因為現在不知道錢 今天會不會付到底 觀光署強調 案件已經在搜證中 但付款糾紛屬於企業對企業 不會出手介入 之後也會緊盯年代旅遊 維護有可權益 靜新聞總部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